今天我们来学习这个非常可爱的蘑菇玩偶 这个胖乎乎的蘑菇玩偶非常的可爱 可以当成小摆件 它是可以直接站立起来的 这个大小我是用五股牛奶棉勾织的 个头有点大 适合当成摆件 大家也可以用更细的线材做个头比较小的 这款蘑菇的勾织方法很简单 一起跟着我学起来吧 我们先取出线 绕在小拇指上 或者家主绕在十指上面 再绕在中指上面这样捏住 取出勾针 这样穿针过去 带线过来 绕线 脱掉 我们用环形起针 环起六个短针 勾针穿过这个大的线圈 直接压线带过来 我们用十字短针法 带过来之后两个线圈 勾针绕线 一次性脱掉两个线圈 这就是一个短针 我们需要在第一个短针 这个小微子上面做上记号扣 穿针进去 压线带过来 让线脱掉 我们总共是环起六个短针 大家自己编织完 六个短针编织好了之后 找到短的线头 拉紧 然后我们再找到记号扣的位置 先把记号扣取下来 从记号扣的位置入针 直接压线带过来 再带过下一个线圈 然后我们拉紧 拉紧了之后 起立一针 开始编织第二圈 第二圈第一个针目 也就是刚才引拔的这个位置 穿针进去 直接压线带过来 两个线圈让线脱掉 这就是一个短针 我们需要在第一个短针上面 做上记号扣 同一个位置 再穿针进去 带线过来 让线脱掉 这就是一个短针的加针 下一个针目 我们还是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同意针目勾两个短针 第二圈 我们需要勾六个短针加针 每一个针目里面 都需要勾两个短针 大家把这一圈自己编织完 总共是12个针目 第二圈勾好了之后 这里由引拔针和起立针引起的针目 省力第二步钩 我们直接找到做记号扣的位置 做一下 引拔连接带线过来 再带过下一个线圈拉紧 接着起立一针 开始编织第三圈 先取下记号扣 第一针的位置 是在记号扣的位置 先勾一个短针 然后在第一个短针上面 做上记号扣 下一个针目 我们需要编织一个短针的加针 也就是同一针目 编织两个短针 形成短针加针 第三圈就是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 为一组 重复六次进行编织 总共是18个针目 大家把这一圈自己编织完 第三圈我们勾好了之后 做一下引拔连接 然后起立一针 开始编织第四圈 先取下记号扣 在记号扣的位置 先勾一个短针 然后在第一个短针上面 做上记号扣 下一个针目 编织一个短针的加针 再下一个针目 编织一个短针 第四圈的规律就是 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 一个短针 这些针目为一组 重复这一组 重复六次进行编织 总共是24个针目 大家把这一圈自己编织完 第四圈我们也编织好了 在第一针的位置做一下 引拔连接起立一针 开始编织第五圈 先取下记号扣 在记号扣的位置 我们先勾一个短针 然后在第一个短针上面 挂上记号扣 我们连续编织三个短针 在第四个针目上面 编织一个短针的加针 第五圈的规律就是 三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为一组 重复六次进行编织 总共是30个针目 大家把这一圈自己编织完 第五圈我们勾好了之后 做一下引拔连接起立一针 开始编织第六圈 先取下记号扣 先勾一个短针 在第一个短针上面挂上记号扣 然后下一个针目 第二个针目编织一个短针 在第三个针目上面 编织一个短针的加针 第四个针目上面 编织一个短针 在第五个针目上面 编织一个短针 然后第六圈的规律就是 两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 两个短针 这些针目为一组 重复这一组 重复六次进行编织 总共是36个针目 大家把这一圈自己编织完 之后 我可以做年轻败 我可以做年轻费